好 不過提到了水情告急的問題 經濟部長王美花還有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接受立委輪番質詢 但好幾次被問到說 到底有沒有前程騎雨 這樣非常奇葩的問題 國民黨立委楊瓊英甚至質疑 是不是因為王美花騎雨的時候 沒有先沐浴近身 不夠前程雨才下不下來 全面水情拉緊爆 水庫就要探底經濟部頭很痛 但來到經濟委員會被尋卻碰到 這樣的問題 部長你從去年開始缺水到現在 你有去騎雨嗎 其實我在去年 我們到石門水庫的時候 我們就都有那樣的一個習俗 質詢劈頭就問有沒有在騎雨 經濟部長王美花忍不住笑了出來 不過蔡壁如繼續問 一旁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那主委有去騎雨過嗎 我每天都祈求轟條雨順 顯然老天爺都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還是我們還是你不夠虔誠 我每天都是這樣 我每天拜觀世音菩薩都是這樣 把現場逗得哈哈大笑 經濟委員會頓時變成祈福大會 而關注其餘話題的委員 竟然還不止一人 那部長啊你去石門求雨的時候 有沒有沐浴啊 有沒有晉升啊 你也有頭喔 啊 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就是很 是不是因為沒有沐浴 這樣我們的議員是認知啊 沒有沐浴所以才沒有下雨啊 明代交集求人不行改求神 不過水晴嚴距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24號下午準備召開最新水晴會議 預估工業用水節水率 恐怕要再上調到15% 另外中部用水是否進入 公五停二都會是關注焦點 從哪些行業別先開始還沒有確認 應該是講會從哪些區域先開始 所以現在只有區域行業別還沒有開始 沒有行業別 沒有行業別 民生限水的行業別還沒 經濟部密切研判各區供水狀況 也不否認竹苗中水情最危急 除了新城澤林節水需要 全民動起來 記者綜合報導 瞭見 公 pug 公公 公稚